门诺医院寿风分院护理之家 24号举办了成立十周年庆活动 各级民意代表和村长农会总干事都到场祝贺 董事长赖史忠并且表示 非常感谢在地乡亲以及各界 给予门诺医院寿风分院长期以来的支持 才能够让乡亲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和照护 门诺医院寿风分院今天举行成立十周年庆 在诗歌声中能够感受到门诺基金会 投入在地方的医疗服务 特别感谢政府官员还有地方的师生 对受风分院的关爱跟照顾 也特别感谢这十年来在这边 辛苦工作为主服务 付出的门诺医院机构 所有同仁求神能够祝福你们 大家能够恩典满满 而总执行长赵福厚表示 在十年前经由董事会的同意后 购地盖了这一间医疗院所 门诺基金会从社会服务到医疗照护 这些都是门诺基金会的使命 社会服务院在卫生署核定是一个地方 这个地区医院 那么成立开始是以精神科慢性病患的服务开始 所以成立直近了十周年 为了要提供给福建居民就义的方便 所以多方奔跑 刚刚也透过好几位中央地方民代 还有这个政府的县政府 建立所等等 使得这个有两路公车 三线海线 1281212 能够在受风分院设站 也就是大门口内有两个站 使得周边的这个居民可以方便来就义 庄院长表示 门诺医院受风分院十年来 在多位中央地方民意代表的支持之下 才能够让受风分院有更好的医疗服务 照顾在地的乡亲 也希望在未来 能够持续服务受风地区的乡亲 记者林杰 受风采访报导